人确实经历过一个时期 不是一件可以纪念的事物 我去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实验 将它造成聪明的 我却一直引它正道 它或是感谢或是辜负 我却为不幸道者 预备了许多铁链 铁圈和火域 善人们必得饮 含有张老的春泉 取圈主的众仆 所饮的一道泉水 他们由它大量运出 他们履行室院并畏惧灾难不将之 他们为喜爱珍珠 而正极平民孤儿俘虏 他们只为爱戴珍珠 而正极你们 我们不忘你们的报仇和感谢 我们的确为 与从我们的主发出的严酷的一日 故真主将为他们抵御 那日的灾难 地上赐他们光滑和快乐 他将因他们的奸人 而以乐园和丝绸报仇他们 他们在乐园中靠在船上 不觉炎热也不觉 严寒 乐园的阴影 披护着他们 乐园的果实 他们容易采集 家有人在他们之间传递银盘和玻璃杯 金银盈如玻璃的银杯 他们预定每杯的容量 他们得用那些杯 隐含有僵制的纯犬 祭乐园中有名的清快犬 许多传生不老的少年 龙流着 试分他们 当你看见那些少年的时候 你以为他们是些散漫的珍珠 当你看到那里的时候 你将看见恩泽的大国 他们将穿着零罗绸淡的绿袍 他们将享受银着的装饰 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 赏赐他们 将对他们说 这确是你们的报酬 你们的牢记是有报酬的 我只会将古兰经 灵心地教诗你 故你应当忍受你的主的判决 你不要顺存他们中 任何犯罪的人或顾恩的人 您当朝夕纪念你的主的宗明 夜里您当一小部分时间是向他叩头 以大部分时间赞送他 这等人的确喜好现世 而忽视未来严重的仪式 我创造了他们 这却是教诲 谁愿意觉悟 谁可以选择一条通达他的主的道路 为真主抑郁外 你们绝不抑郁 真主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他是他所抑郁的人 遇在他的恩责中 至于不义的人们 他以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心法 他以为他们预备了